作为病人 谁不希望找到天下最好的医生为自己看病 谁不希望找到最适合的医疗技术为自己治疗 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卫生健康技术推广服务平台 就来帮您寻找天下好医生好医术 您来到节目中详细诉说病情 我们通过电视节目和微信公众号 持续发布您的疾病信息 找到最擅长治疗您疾病的医生 医生的治疗技术将由国家卫生健康技术平台审核 我们也希望医生关注我们的节目和公众号 积极向国家平台申报您的医疗技术 找到您最擅长诊治的患者 为他们解除病痛 接下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填表寻医的环节 卫生患疾病的患者来寻找天下好医生 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 北京乐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冯爱 欢迎冯医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为患者梳理病情 一起寻找好医生 和冯医生一起来到现场的是医助佳佳 大家好 我是佳佳 我今天的主要任务呢 是帮助冯医生完成患者的问诊表 那佳佳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求医的患者的基本信息是什么 好的 患者的姓名呢 是孟凡华 今年61岁 姓别女 身高1米56 体重是65公斤 那由于今天孟阿姨不能来到现场 所以我们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对阿姨的情况进行一个了解 我们连通孟凡华阿姨 阿姨您好 您今天的寻医诉求是什么 我想寻求一位好医生 来解决一下我头晕的问题 那您是怎么个晕法呢 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吗 就往左边一躺就特别晕 早上起来的时候 也要慢慢起来 要小心起来的话 他就往左边倒 就是脑袋左边沉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以说是跑偏的吗 就是起来之后 有时候走路就跑偏 那多危险啊 那您这样持续多少年了 一年多 犯的时候低头也晕 那有哪些动作不敢做了呢 拿什么东西 别直接低头 直接低头就不行 太晕了就 也就是说您现在平时一个简单的 哈腰捡东西的一个动作都做不了 是吗 尽量不那么做 我怕摔着 冯医生 如果阿姨就是在捡东西 或者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突然头晕 会有一个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严重的后果可能是跌倒 老年人容易引起骨折 严重的就会卧床 我不知道阿姨有没有这个症状 经常发作会让您的精神非常紧张 有 本来姐妹几个说约好了去旅游 结果就因为我的头晕 这次里面没重行 大家伙也都说陪着我就别去了 就说以后好了再去吧 我也挺对不起大家的 请问阿姨头晕之后 有没有去医院看过呀 第一次犯的时候 一起来差点摔倒了 在那有医院看的急诊 照了CT 吃了一段时间药就好了 您吃的什么药啊 博会丽萍 还有这个药 他后来也会拍的这个药 这些都是止晕的药 那冯医生 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要补充问阿姨吗 我还想问一下 阿姨有没有过颈椎病 腰椎的问题 腰是做时间长了以后 一起来的时候 就不能直接走路 得等一会儿才能走 您血压怎么样啊 血压高已经30来年了 就是天天吃药 你看吃这两种药 这两种 这两个降压药 您为什么要特意问一下 阿姨颈椎和腰椎的一个问题 同时又问了血压的一个情况呢 因为引起头晕的病症非常的多 听阿姨的描述 一个是头晕天旋地转的感觉 还有一个是位置改变引起头晕 我考虑阿姨可能还是存在着 前庭系统功能的病变 前庭系统就是我们耳朵里的 一个位置感觉系统 建议阿姨去耳鼻喉科专科 再去看一下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耳鼻喉科专家 可以关注到阿姨的情况 接下来请冯医生帮助医助 来完善一下阿姨的信息表 阿姨想主要解决头晕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难点 还是要找到相关的科室 和相关的专家 来明确头晕的病因 这样对阴治疗可能会有更好的疗效 好 那谢谢冯医生 阿姨我先帮您收着这个信息表 那接下来呢 您跟电视机前擅长治疗您疾病的医生 说一下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 让他更好的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治 我希望能找到一位好医生 找到我头晕的病根 以后好和姐妹们一起去旅游 阿姨您是养鸟了吗 一直听到有鸟的声音 您能带我们去看看您家的鸟吗 还有两只小猫 看看 看见吗 还有两只小猫 哦真可爱 您这家里面简直就是个园林的状态啊 一看阿姨就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我们也希望尽快地帮您找到 治疗您头晕问题的医生 让您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好吗 好 谢谢 那么我们也希望擅长治疗孟阿姨疾病的医生 尽快地与我们栏目组取得联系 接下来我们将把孟阿姨的信息表 发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 同时不仅仅是孟阿姨 任何想要找到好医生的患者 都可以与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的栏目将为您寻找天下的好医生 和好医生之间建立一条绿色通道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的医疗科普知识 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